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缺乏社会 世间 最苦的人 莫过于 孤寡 古圣先行教导我们 对于 这些人 要特别灵敏 特别的照顾 佛法里面的福田 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天 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 必须要想到 我在过去 曾经遭过这个灾难 我们在未来 这样灾难困境 必定还是很多 只要不出流的轮回 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 我们怎么晓得 我们从因果上去看 廖凡思训 朱语念得很熟 所以 一阴一阴一阻 莫非前定 谁定的 我们自己造作 夜阴 注定的 所以这个非常公平 不是上帝定的 不是赢了王定的 也不是佛菩萨定的 自己造作的 自作自受 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 遭遇这些苦难的人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他过去一定造作这些夜阴 造作夜阴的时候 无知啊 我们今天有幸 遇到佛法 能够受到一些 圣贤人的教诲 我们明白了 明白了之后 对于这些苦难众生 一定要帮助他 要救度他 要照顾他了 怎么可以欺负他 怎么可以逼迫他 欺负逼迫这些人 那个罪孽 比欺负普通人 要加很多倍 古报 古报不堪 不堪是想 昨天 我们去访问基督教 参观基督教 所办的 这些社会 慈善福利机构 我们看到他们的老人 他们照顾一些乐年的老人 照顾孤儿 这个功德很大了 在佛法里面说 如果着项 这些慈善四业 是三界的福报 如果立项 修善 他们所作所为 就是无量功德 功德跟福德的差别 一个是着项修 一个是立项修 差别在此地 四项上没有差别 用心不一样 那么在四项 做的他们经验很丰富 许多地方 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到人家去 参访一次 就是上一趟课 昨天 他们教会会读 这是教会地位最高的 会读下面 他们有会长 有这个穆斯 他的组织 他的组织 一击一击 分得很清楚 隔离巨色的一番谈话 很重要 这是我们访问的中心 是我们学习的课程 我们可以反复地看 反复地听 初学的同学 可以放给他们看 非常好的教材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参观 都是去上课 都是去学习 虚人之长 虚人之短 我们才有进步 佛教给我们精进 精进从哪里来的 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 我们在华阴经上 看到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于深山之石 这一问一答 记录下来 都是经典 现在 借证科技 不需要记录 我们把录下来 阴神也录下来 现象也录下来 最好的教材 在这些地方 我们要吸取 它几十年的经验 古人有所谓 文君一席化了 圣读圣连树 我们用 古人的原理原则 用信心的 方法手段 这样几何 切记切礼 古时候那些方法 现在不适用 那些原理原则 我们必须要遵修 切礼 现代人 做事的方法 手段 我们学会了切记忆 这是再次的特别提醒 这位同修 不仅是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 会学的人 会学的人 像善财同子 一切识 一切处 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都是教材 都是菩萨学处 他们这里面 基督教 不是像我们说 同餐 联友 他不是 他们是讲兄弟姊妹 就跟我们讲 同餐 同学 也很意思 给我也谈了很多 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 你们对于老人的照顾 已经尽心尽力了 我们看了 很感动 很敬佩 但是 宗教家所做的事业 不能仅仅信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 不够 世间慈善事业做的人 可以 我们要帮助他 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 他们天主教 这个基督教升天堂 你要不能帮助这些老人升天堂 你就失职了 对不起上帝 所以我提醒他了 对于老人 要特别留意 机会教育 我们在人家那个地方 一定要顺从他们 我们不能教他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不可以的 这是破坏人家的道场 道不棒道 行家 赞叹 绝对没有毁谤 你们要求升天堂 要帮助那些人 过过过都要升天堂 一定要对老人 做机会教育 劝劝他们 引导他们 生起信心 振掌信心 为老人开始 时间要短 一句废话都没有 他问我 我告诉他 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 一天当中 至少做三次到五次的开始 一次不要超过十分钟 他听了很欢喜 想长了 他心里啰嗦 他的精神也不够用 五分钟到十分钟 最理想啊 帮助老人运动 我们昨天看到了 让老人看看 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 我们要替他选 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 像上一次 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运 他们的院长 非常谦虚 来问我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 非常周到 天主教的确不错 有爱心 精神生活缺乏 他说我们也有啊 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学生 年轻人 在这里唱唱歌带领他们 他说他们不喜欢听啊 我说我也不喜欢听啊 现在年轻人唱得跳的时候 噪音啊 我说你一定要懂得 这个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啊 你也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 他们就欢喜了 他们会怀念啊 不能用新的东西啊 新的东西啊 老年人决定不能接受 所以一定要想到 他是什么时代的人 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语录 我们自己不懂啊 问问他嘛 请教请教 你们喜欢听什么 喜欢看什么 他会告诉你 你依照他们喜欢的 去收集这些资料 来帮助他们 他就欢喜了 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 所以你做的那个 不但不能帮助他 反而使他听到见到痛苦 他们就是明白了 我说你找 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 他们的 这里潮州人很多嘛 这个他喜欢看 所以决定不能搞 现代西洋这些东西 这对老人个个不如 所以我昨天到那时 我们的寄宫传往了再去 他会很受欢迎的 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 所以处处看 细心去观察 去学习 昨天李居思也透露了一个消息 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 你看看 昨天人家问我们 这个各个宗教 这些慈善福利 事业 事业 照顾老人 照顾病苦 照顾孤儿 很多 他问 你们佛教 有没有做 要问你们 你们怎么答复 另一句是说得好 事实 我们佛教 每一个寺院都是养老人 每一个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 比你们做的还要殊胜 我们的老人在寺院自由的 到居室里就看 确实如此 你看每天那么多老人到那边 他们聊天 他们在那里做义工 在那里洗菜 生活都非常快乐 供接那么多人吃饭 修复 厨房里做义工 修复 祖师也不例外 六祖慧能大师 当年在黄梅八个月 在对方充迷破产 也是干这个促乎 祖师 你们看到专辑里面记载的 天台山国庆寺 寒山师的 厨房里打砸了 风干河上 干的河 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 充迷 推磨 到以后人家再晓得 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寒山师的是文殊 福贤菩萨 佛菩萨在厨房里修复 共结大众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愿意做 佛菩萨做 所以我们照顾老人 跟他们照顾老人 方法不一样 一面剪菜 一面念阿弥陀佛 这念完阿弥陀佛 不要去拨念珠 接一片菜阿弥陀佛 洗一个菜阿弥陀佛 你看看 事不一样 我昨天晚上就看 我们这个居士林夜楼 也装上电视了 电视里讲经 听经 念佛 工作 都在一起 还有这些老同僧们 天天在一块聊天 比起他们那个办的 老人福利私衣 我们地区有我们的特色 我们也喜欢迎他们来访问 来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生活 所以昨天我就想到 我给会长讲 我要把我们这一片 老人生活状况 小朋友生活的状况 先更新一点小朋友生活状况 都要特别做一个光点 送给其他各个宗教去看 他们平常跟我们不接触 不来往 不知道我们干什么 只是在凭空想象 大概都是烧香拜拜 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容 我们去访问他 我们看到他们 他们没看到我们 互相的交流 互相的观摩 对观察国土 要特别的怜悯 特别的照顾 不但要照顾他 还要教导他 如跟佛教导我们 儒家是说出来了 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私 明显的教出来了 佛教了没有 佛教了没有 也是如此 散在许许多多经论之中 佛教 最殊胜 最伟大的理念 是一切众生 同一体 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 伟大 虚空伐介一切众生 一个心 一个自信 一个法人 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认知 就不是真正是佛 真正是佛 华言经上有条件的 甚至于 你还有个妄想 这个佛殊胜 那个佛差一点 这个佛大 那个佛小 你是凡夫 你永远不会有 你的雾门都散了 这个我们要懂得 佛法是平等法 师尊 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要想得 方便书 祝佛如来 平等天 为什么说这个话呢 鼓励我们 依靠阿弥陀佛 依靠阿弥陀佛 待业往生 这一生才能得度 如果不依靠阿弥陀佛 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修学任何一个法门 都不要断烦恼 断货 振振 这个事情难了 恐怕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这是祝佛如来 不得已的苦心 苦语 大慈大悲 我们要懂得 所以 往生 是不难 提高品位 可不容易 你有正确的认知 知道佛法是平等法 对于提高品位 就容易了 还有差别 还有等级 品位 没有办法向上提升